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254集 天道无情 王林沉默,许久之后拿起一个木段,右指成刀迅速在上面雕刻起来 这时,他刚刚雕刻出大致的雏形,老头轻哼一声,颇为不满地说道 不要衣服 王林手指一顿,苦笑起来,犹豫了一下,右手在木段上一抹,随后再次雕刻起来 这一次,他手指没有停顿,而是挤走如风 没过多久,一个全身干瘦,仿若猴子一般的赤裸老者,被雕刻在木雕之上 这木雕啊,除了那狂暴肆虐的意境没有刻画出之外 基本上与老者本人一模一样,颇为神色,有种栩栩如生之感 甚至,就连其脸上的皱纹也是丝毫不差 老头立刻抢了过来,拿在手中看了半天,眉头越皱越紧 最终眼睛一瞪,说道 嗯,这什么玩意儿,你不像,一点也不像 难道在你眼中,我老人家就长这个样 你这雕的不是我,是猴子,猴子,你明白吗 说这,老头把木雕扔在一旁,直勾勾地盯着王林 一字一字地说道 不像 在这一刻,老者的眼中透出的不是嬉戏之责 而是从未有过的认真 在这认真之中,甚至还略闪狂暴 王林顿时察觉异常 四周的天地灵灵,似乎在这一刻 按照某种规律在变化 一丝危险的感觉,一丝危险的感觉,漠然间涌现心头 对于老头的修为,王林这十几年心中一直有所猜测 但此时啊,他对于老头的修为的评价再次提高 他看了老头一眼,拿起一块木段 这一次他右手挥动如风 用了比上次快上一倍的时间,便把一个木雕刻出 这木雕之人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尤其是那双眼睛炯炯有神 可以说啊,是绝世美男也丝毫不为过 只是啊,与老头的形象相差太远 只要不是眼瞎之人,都可以从这里面看出 与老头啊,绝对并非一人 这木雕刚刚雕刻完,便再次被老头抢了过去 他盯着木雕,双眼冒光,哈哈笑道 嘿嘿嘿,哎呀,不错,这才是我嘛 好啊,太像了,哎呀,小伙子,你雕刻的不错 那草帽法宝,我便借你用的日子好了 这老头美滋滋的看着木雕,越看越是喜爱 塞进怀里后啊,大为赞赏的看了王林一眼 说道,那以后就这么雕刻就行 一定要属实嘛,对不对 你这雕像,虽说与我老人家现在的样子 有那么轻微的一点点差距 但差距不大,完全可以忽略嘛 而且最重要的,这木雕与我年轻时候 也几乎一模一样 老头说着呀,站起身子,刚要离开 忽然回头又道 还剩下九十九个木雕 等你化身之后,可别忘了 不然你走到哪里,我老人家都能找到 木松这性格古怪的老头离开 王林拿起之前雕刻的老头木雕 看了一眼,微微一笑 随手放在了一旁桌子上 闲门之事 王林目前没打算参与 若真的修为可以达到化身 那么去一趟倒也无妨 只是现在念之,维持上早 至于四派联盟与血域修饰的战事 王林想了少许,打定主意,不去参与 这种事情涉及的范围太广 稍有不慎,便是后果严重 于是,王林的生活再次归于平静 整个四派联盟的大雪 在下到一个月后,慢慢地少了起来 天空之上修饰的法宝之光越加频繁 时而可以看到一些修饰 好似在修补着什么 王林观察了些许时间 他已然确定 这些修饰正在组成一道阵法 这阵法是布置在天空之上 其作用是阻止降雪 与此同时,除了天上的阵法之外 大量的各派以及各个修真家族的修士们 开始行走于各个城池与平原之间 他们的工作是清雪 以法力清雪,效果甚微 这雪花对于法力波动有着奇妙的敏感性 于是这些修士们 便松动开许久不曾如此剧烈活动的身体 开始凭着人力清雪 修士既然已经行动 凡人自然也不会落下 四派联盟境内的凡人皇帝 显然已经接到了先长的旨意 于是,大量的凡人军事 开始了强工作量的清雪 由于四派联盟境内极大 所以不仅是凡人军队清雪 即便是城池中的百姓 也被强行征集 参与清雪 大牛也是其中之一 至于已经处于暮年的老人 也没有逃过此事 这是,在一直孝敬他的王爷发话下 并没有人来打扰王陵 这一场清雪的工作 一直持续了数月 大牛已经被征集去了南方 整个京都 甚至说呀 整个四派联盟内的所有城池 已然空了很多 除非是一些身份尊贵者 所有人都被征集在境内各地 参与清雪 在这场清雪中 即便是妇女儿童也被强征 大牛当初临走前呢 王陵念在三十多年的情感上 送给他一块小木雕 让他贴身放好 至于他的妻子 王陵一样送予了一小块木雕 这木雕的作用 便是散发暖意 防止身体冻僵了 在这场原本是修士之间的战斗前期 四派联盟的凡人 是第一批受害者 这些凡人甚至都不知道降雪的原因 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家园免受雪灾 义不容辞地踏入了这无情的风雪之中 整个四派联盟 每隔一段距离 便会有一座被堆积如山的巨大雪峰 所有的雪都被堆积在这些雪峰之下 在一些大神通的修士动手下 缓缓地增加着高度 天地里 所有的庄稼已然颗粒不收 全部被大雪淹没 每天都有无数的凡人被生生冻死 每天都有一些防射被大雪压塌 这是一场灾难 王林在这一日清晨走出了店铺 望着地面上虽然被清除 但仍然还有雪花的街道 天空之中风雪虽说略小 但仍旧存在 前几日 大尔修士周武泰传来遇见 其中没有再次邀请王林加入四派联盟 而是把近日来四派联盟的一切举动措施 以及一个惊天秘文告知一二 经过举国的清雪 四派联盟境内的积雪已然少了很多 只是却多出了无数高耸入云的雪峰 除此之外 四派联盟境内的绝大部分修士已然被四派联盟邀请 纷纷加入其中 共同对抗接下来的大战 不过 周武泰也提出了疑惑之处 按照雪域修士以往的惯例 绝不会像现在这样 连续降下数月的风雪 一般来说 他们最多只是十日 十日后便会来临 因为修士之间的大战都尽量克制 不去干扰凡人界 这是朱雀国的规定 可现在已然四个月过去 可高空之上的风雪却是没有半点减少 只是被阵法掩盖住罢了 这种现象只有一种解释 周武泰在预见之中忧心忡忡的告知 雪域修士是要灭四派联盟根基 进行灭国之战 在朱雀星上 灭国之战极为少见 毕竟有唯一的六级修正国朱雀国干预 但也并非没有发生过这种战事 在四派联盟的点击之中 记录在朱雀星上 一共有四次灭国之战 这种战事有三次发生在四级修正国 有一次发生在五级修正国 但毫无例外 凡是灭国之战 其背后都有朱雀国的影子 也就是说呀 此次事件很有可能是血域修士 不知以何种方法打动了朱雀国 所以在其默认之下进行了这种绝户之战 对于周五太忧心忡忡的分析 王林沉吟了许久 四派联盟并非他的家乡 但这京都城的一条街道 却是他居住了三十多年 他此时站在店铺之外 看着漫天的雪花 轻叹一声 周五太的预见之中 最后说道 为了探查雪玉星的这种行为 是否真的存有灭国之态 四派联盟已然派出了数个修士 分成三组 一方面前往四周交好的四级修正国找盟友 一方面去所属的五级修正国寻找救兵 最后一组人呢 则是去了朱雀国 探明事情的真相 时至发预见之日 三组人除了朱雀国那一组 已然全部回来 这时 答案却是让四派联盟的人纷纷沉默 四周的盟友邻国 大都是客客气气的把四派之人迎来 但却绝口不敌参战之势 只是拖延 甚至还有一些啊 干脆毕国不建 避之不及 最终在一个世代交好的邻国盟友口中啊 出于同情 隐约的点出 此事各自所属五级修正国已然传下声音 禁止参与其中 至于另外一组去四派联盟所属的五级修正国的修士 则是满脸阴沉的回来 告知了一个消息 鱼顶不用上脚 此时啊 五级修正国不参与 最终啊 这一组修士花费了极大的代价 终于从五级修正国的一个英殿旗修士口中 获得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 血玉修士出了一个女子 此女天资惊人 即便是朱雀国也为之策目 她只用了一百年的时间 便已然处于化神后期的巅峰 被誉为整个朱雀星万年来天资第一人 若仅仅如此 倒也还罢了 但此女修炼的这一百年从未服食任何担忧 如此一来 就更加受人瞩目 令人心惊 朱雀国为了此事啊 已然派出修士 前去查询 最终确定了此事的真相 于是啊 便隆重的邀请其加入朱雀国 这种事情在朱雀星上并不罕见 往往一些天资及其聪颖之辈 在人生最闪亮之时啊 便会被朱雀国注意 引为本国修士 只是这些人初一加入朱雀国 其身份地位并不太高 但那血育少女 朱雀国却是下了狠心 给予了极高的身份 朱雀国如此做呀 是为了冲击那无数年来再无进步的沟壳 争取达到七级修正国 这是想要达到七级 除了有修士修为达到更高一层之外 还需要其他一系列的准备 难度可以说是极大 目前朱雀国甚至连第一个要求都没有达到 所以对于在朱雀星上出现的天资聪颖之辈 自然多加注意 而这血育女子其天资已然达到令人发指的境界 如此一来朱雀星势在必得 此女同意加入朱雀国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血育国攀升至五级 并离开那贫瘠的血育之地 在朱雀星上另选国之 正逢此时四派联盟境内出现余顶 这余顶按照最终分析 是属于血育国一修士之物 于是便有了这场战事 四派联盟只能说 在这一场余顶之争中被血育国看中 并准备选择这里作为血育国的心地 至于那余顶为何出现在四派联盟 为什么出现在世子手中 四派联盟分析之下 认为这是一个阴谋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鲜秘》 作者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